迈入第20个年头的环花东国际自行车大赛系列是一场三合一的活动 包括了环花东自行车赛 环花东365挑战 还有山海骑逍遥游 涵盖全方位自行车参与者 其中有一支卓西乡的JK达纳车队 是达纳文化工作室团队 因为今年开始推广自行车部落旅游 所以对于自行车的活动很热络 这次更是四人主团参加了环花东365挑战 希望可以身体力行来感受花东的美好 脱下外套还不时的往后看同伴有没有跟上 这是环花东国际自行车大赛系列 是一场三合一的系列活动 包括了环花东自行车赛 环花东365挑战 以及山海骑逍遥游 涵盖全方位的自行车参与者 其中有一支卓西乡的JK达纳车队 是达纳文化工作室的团队 因为今年开始推广自行车部落旅游 所以对于自行车的活动相当热络 这次更是四人组队参加环花东365挑战 希望能够身体力行来感受花东的美好 也因为有JK让我们有机会碰触到自行车 也希望很多部落的年轻人不能因为车子的问题而不接触自行车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花莲台东 还有喜欢JK的达纳的伙伴们 达纳文化工作室表示 花莲县非常重视用路人的交通权益 近年来推动多项道路拓宽工程 为民众以及运动选手提供平整安全的道路 目前达纳工作室也正在跟踪管处合作 也预计明年也会加入单车旅游年 带大家加骑自行车骑到部落 看见部落之美享受部落美景 记者综合报道